你回来了 急死我了 去哪儿了 你一直在这儿等我 你为什么不先走 快 咱们一起出来的 当然一起回去了 你不说过吗 我们是一家人 是啊 我们是一家人 好了 没说了 赶紧走 不行 我觉得外面有问题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 看到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 怎么还不出来 果然好多日本人 是 先别怕 你放心 我是你大嫂 我怎么把你带出来的 一定怎么把你带回去 是 怎么把你带进来 一定是 我死 快 快走 快点 快点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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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 我们俩一起跑目标太大了 还是分头跑 我先出去把他们引开 说话我们要一起回去的 听我的 看到清云为救自己奋不顾身 三嫂被深深的震撼 她开始后悔 后悔自己为什么做出了如此罪恶的选择 但是一切都无法改变了 不要开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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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活的 给我追 快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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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几个 去看一下 手一刀 全体给我往后撤 叫中极枪来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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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无差别射击准备 给我狠狠地打 把他们给我逼出来 枪声阵阵 火光四起 关键时刻 红衣刀的助手小六子 带领手下从侧翼向西村发起突袭 打乱了鬼子的阵脚 红衣刀趁机拉着青云突破包围圈 顺利转移 你先坐下休息会儿 谢谢 在这儿等一会儿 有人送你出城 握着温暖的水杯 青云心中生出一股暖意 红衣刀这个百姓崇拜的英雄 竟然和他尽在咫尺